隐藏在锁龙罐里的强盗 拿住了乾隆皇上 是如获至宝 他没啃的杀 就把皇上 扣在大庄底下的地窖里 然后换好了衣服 离开道观 去找翁同祥商里 到了翁家庄 他们清澈熟路 就到了庄主大院 翁同祥一听锁龙罐的盗贼来了 就知道事情已然办好了 心花怒放 亲自出门迎接 一直迎到了客厅 而且当时传话 让庄定备办酒席 时间不大 酒宴摆上了 笑面虎就跟翁同祥说 大哥 那个乾隆被我们捉住了 扣在大中底下的地穴里 小弟没敢杀 前来给大哥报个信 您看怎么样 王重祥一听是开心大笑 好 兄弟做对了 你要把他杀了 等于白拿 咱们把他拿住了 要钱要钱 要宝要宝 用他换钱哪 那可比你们拦路抢劫强多了 笑面活也乐呀 大哥 当初小母鸡周智 派人偷了乾隆的玉扇 假扮乾隆 闹了扬州 不就为弄点钱花吗 没想到被刘罗国识破了 最后来个尸首两分离 这回咱们既然拿了皇上 朝中无君 咱们也别光为了钱 跟您商量商量 咱们当几天皇上 乐呵几天 哎 不成不成 汪同祥摇了摇头 当皇上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就是把秦龙宰了 你也当不上啊 你宰了他 他还有儿子呢 你就在江南当了皇上 天下各省的官员 一块发兵打你 嘿 咱们也得落个周智的下场 嗯 大哥 那就问您 您说怎么办 汪同祥说 兄弟别着急 咱们到底不如当官的 干脆去找知府前往商量商量 那小子卓宇多 不成就让他替咱们说话 让他跟朝中说 钱能让咱们拿住了 让他拿钱 说皇上 他是一任知府 官府相信他 咱们要多少钱 他们就得给多少钱 等咱们银子一到手 远走高费 想一辈的清福 比这丹京少帕呀 强多了 消灭虎这些人一听 虽然说不太满足 逮着皇上就落点钱 可是一想汪同祥这话 也有几分道理 好吧 哎 那么咱们就找 秦旺这小子商量 几个人喝了个酒足饭饱 离开汪家庄 一直够奔 织过衙门 去找秦旺 秦旺一听 笑面虎 把皇上捉住了 用手一拍桌 我说 你们认为你们拿住秦龙 就能换银子 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死期盗了 嗯 知府大人 拿着皇上 怎么是您的死期盗了 我告诉你 小母鸡周智 为什么寡的 那个刘罗锅诡计多端 识破了真假皇上 识破了真假罗锅 朝中的文武大员 谁不知道 刘罗锅 刘转轴的厉害 你们拿住了皇上 不把他带走 扣到大中底下 啊 大罐里一人不留 你们全走了 那刘罗锅多机灵 刘罗锅他发现之后 救出皇上 这不是我死期盗了吗 啊 你们这儿 崇瘁是害我呀 这几个人一听 眨眨眨眼 恍然大悟 那知府大人 您说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呢 你们赶紧回去 有打洞穴里 提出皇上 带他远走高飞 这几个人不敢怠慢 赶紧离开知府衙门 回归锁龙观 刘勇 打发走了十里 慈别的老太太 带着范梦庭 来到索龙观 直接就奔着后院来了 范梦庭力气大 找了一根杠子 撬开大钟 一看 钟底下果然有个洞口 有打上边望瞎看 里边黑咕咕咕咕 什么也看不见 范梦庭 到殿中 找了一根大绳子 一头拴到自个儿的腰上 刘大人 您把我放进地去 刘勇心说 你别看我能力大 那得看我什么能力 要说动智谋 出主意 判断案情 谁也比不了我 武文弄墨 谁也不成 让我动力气 这我没劲啊 可是现在就这俩人啊 跑去范梦庭 就是刘罗棍 刘罗棍也没办法了 揪着绳子 一看这洞里头挺黑挺深 刘罗棍闭上眼睛 呆了半天 他才敢往下放 他往下放人也不轻 咬着牙使足了力气 一截一截放绳子 放着放着 手里可就没劲了 他一撒手 这绳子 由他手中拖了下去 这范梦庭 扑通一下 就掉到洞里了 哎呀 扑通 刘勇也作为屁股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高声含嚷 刘勇 你拿命来吧 刘勇回头一看 正是刚才那家老道 这笑面伙 李勇来了 咱们翻回头来 再说王三得了圣旨 有打邦家庄逃出来 往杭州一路飞奔 他困了不住店 饿了不吃饭 拼命的跑奔杭州 到了杭州之后 打听好了 直奔铜昌的府衙 乾隆皇上 自从贬了后幕 启用老英雄 沈中奎 沈中奎这人好 对待地方的事情 不太熟悉 所以就委任 铜昌协助办理 让黄玉田 做了五品护卫 黄玉田新婚 万岁黄恩浩荡 暂时 没让他随行护驾 后幕被贬之后 心中也特别难过 知道自己对不起女儿 女儿跟黄玉田成亲之后 他也不计较黄山前仇了 尝尝过府看看 这样呢 铜昌 黄山 几个人处得还不错 这天铜昌跟护木 黄山 还有沈中奎 正在铜昌府中喝酒 家人进来了 老爷 有一个人叫王三 就求见老爷 这铜昌是个清官 谁来呢 他全见 好啊 告诉王三 二堂等候 然后又跟护木 黄山 沈中奎说 二位亲家 沈大人 有人来见 老巧去一去就来 您请吧 不必客气 咱们常来常往 我们等着 铜昌出来 来到二堂 看见一个人 望着一坐 满面风尘 穿得挺破 呃 你是谁呀 找我吗 我便是铜昌 老大人 您就是铜昌 铜大人 不错 呃 找我有事吗 铜大人 您看 王三说着 就把这黄铃子 也就是皇上的圣旨 拿出来 交给了铜昌 铜昌大人 展开一看 原来是当今万岁的圣旨 见旨如见军 铜昌不敢怠慢 赶紧跪倒在地上 把圣旨看完 然后站起身形 把圣旨供上 才问王三 王三就把乾隆 跟刘用 叶宿翁家庄的事情 简简单单说了一遍 大人 万岁和刘大人走了之后 卑职从汪家庄逃出来的时候 被恶贼截住 所以卑职想 那个恶豪已然知道 那两个道人 一个是万岁 一个是刘大人了 老大人 恶豪勾结钱之府 跟索隆山索隆管的恶道 心怀不善 万岁此去空有闪事 请老大人急速 调拨一支军兵 给黄玉田 随小人前去救驾 铜昌听了 大吃一惊 王志贤 清理烧后 老夫即刻发兵救驾 说完铜昌赶紧回到后堂 就告诉了黄山 护木和沈忠隆 仨人一听 可也急坏了 护木站起身形 沈大人 铜大人 救驾急如火呀 应该立刻发兵 我虽然被贬 但对朝廷忠心不二 而且当了多年总兵 甚至应兵之道 请二位 调拨一千骑兵 两人副将 加上艾续黄玉田 随老夫去征讨叛贼 二位意下如何 沈忠隆跟铜昌一听 觉得有理 多年总兵 他会用兵 再说他在这当了这么多年总兵 道路也比我们熟悉 好吧 马上调了两人副将 准备了一千骑兵 在杭州南门外 集合 俗话说的好 南方善水 北方善骑 南方的军队善于水战 北方陆地多 所以军兵善于骑马射箭 杭州能准备出一千骑兵的 这就是说把家底全兜了 沪沐就跟黄玉田准备好了 辞别了沈忠悔 同常跟黄山 跟着王四一块到了南门外 指挥人马 就够奔翁家庄 沪沐因为西湖一岸 被贬值了 他不但不记恨乾隆 不记恨刘勇 反而亲自指挥兵将 前去营救 说起来也就算是一个忠臣了 指挥这一千兵 在大道上正跑呢 突然间看见大道正中间 站着一个道童儿 这道童高声喊嚷 哎 请问来的是王三 黄玉田黄将军吗 护目勒住马子 仔细一看 哦 正是万岁护驾的四品将军 石雷 赶紧甩灯离安下马 走上前来 石雷也不好见理了 各位大人 人马不要前往翁家庄 速去索隆山索隆关迎接万岁 护目一听也吓坏了 石将军 难道万岁遇难了 石雷这才把经过一说 现在刘大人带着范义士前去营救 命小人到杭州搬取人马 好 好 那么咱们就指挥兵将 够奔索隆关 这骑兵是快呀 挺快就来到索隆山 护目当过总兵 有用兵的经验 他跟着石雷黄玉田指挥人马 就奔了索隆关了 咱们翻回头来 再说刘庸 刘庸一撒手 把范梦婷扔到这洞里了 刘庸着急坐在这了 正在这时候 有人高声喊嚷 刘庸拿命来 贫道来也 刘庸一看心说完了 盗贼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到这时候来 我不但救不出万岁 反而害了万岁的性命 范逸是空有一身本事 落在洞中也无法施展 刘庸正着急 突然间就听见叉叉 刘庸心说有人来了 刘庸回头一看 来的正是石雷 石雷喊吏声 刘大人不必担心 石雷我来了 后边又来了一位 原来就是黄玉田 刘庸心里可叫踏实了 石雷手拿钢刀 往前一蹿 冲到笑面虎李勇面前 斜肩带背 刀就劈下来了 笑面虎一听石雷 笑面虎一哆嗦 石雷的名字 在盗贼之中是如雷贯耿啊 谁不知道石雷 拿黄熊捉苗虎 勇勤 小母鸡周智 李勇一看刀下来了 急忙举刀招架 石雷的刀快呀 看李勇举刀招架 插得一下 划了一个弧形 刀横扫过来 李勇不敢怠慢 烈威一威声 利刀望出一挂 石雷一翻腕的 走 这口刀由上望下一撩 直奔李勇 李勇害怕了 吸出来刀怎么这么快 望口一退 石雷一翻腕的刀刀冲上 刀背冲下一推刀 走 刀劲就奔了李勇的心口了 明晃晃一口钢刀 这也就是李勇 要换个别人 早就命丧石雷刀架 李勇一看刀劲直逼心口 压得一声 一斜身子 刀尖扎空了 石雷又横扫一刀 刀背冲着自个儿 刀刃冲前 往前一推 李勇再想闪到 那可就来不及了 噗的一声 笑面哭 人头落地 那石雷 这口刀 五招连成一招 一会儿的功夫就使完了 这是绝刀 就五虎连环绝命刀 石雷 刀抹了李勇 望回一转身 一看 黄玉田 正在跟重强盗动手 黄玉田也不含糊 在西湖打死了护剑 山中打救了护墓 他没两下的刑 手中一口宝剑 上下翻飞 这些强盗围着他 一直打 能力再打 好汉架不住人多呀 这些强贼 每人每一口刀 围着黄玉田 眼看黄玉田 要吃亏了 室内望前一窜 这口道望下一窜 当时就把一个盗贼给剁死了 别的盗贼大吃一惊 这时候盗贯中人声嘈杂 有人高声喊嚷 那呀 别让跑了 拿盗贼 总兵护墓大人 跟王刺领着军兵 围主道观 就杀进来了 小时来跟黄玉田 精神倍增 转眼之间 又有两个强盗 被杀死 这时候 两员副将 跟着护墓 冲进罐中 剩下几个强盗 看大势已去 扔掉手中钢刀 只好被绑投降了 刘勇在这坐着 眼瞧着这一场凶杀恶斗 看得眼花流乱 心惊肉跳 别看刘勇办过这么多案子 他还头一回 看见这种场面 他可就忘了 乾隆皇上 还在这地窖里 这时候众强盗 被杀的被杀 被擒的被擒 刘勇高兴了 手脸胡须 好 他教训好来了 护墓王三 赶紧上千十里 刘大人受惊 杯子来迟 往大人见谅 刘勇看见 护墓黄玉田 哎呀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哎呀 实雷实雷 范逸是 跟皇上 还在下边 好 实雷信说 赶紧皇上 还在底下呢 救吧 这回就好救了 找绳子的找绳子 找竹竿的 找竹竿 用绳子绑成竹梯 军兵点着火把 顺着梯子下去 营救 潜龙安 范梦庭 范梦庭 虽然从半空中掉下来 武艺在身 也没摔多重 刚才动成一场 厮杀 他听见了 干着急上不来 这时候 梯子下来了 范梦庭 背起皇上 顺着梯子 爬出了洞口 护墓王三 赶紧跟着军兵 就把秦龙皇上 抬进大殿 派人到附近 去请郎中 给皇上调制 这些军兵 又在这地窖里头 搜出来 拔具死尸 正是索龙冠 这八个 老老实实的道人 没想到 死在强盗之手 刘勇就坐在殿前 命人压上了小强盗 刘勇等于开堂审问 小强盗 就向刘勇交代了 笑面虎李勇 知府钱王 还有恶霸 翁同祥勾结的罪行 刘勇立刻命令 石雷范梦庭 黄玉田 王三 领兵去捉拿钱王 捉拿翁同祥 这几员大将带着大兵 捉拿一个文官 一个庄主 那还不好办呢 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这几个人捉回归案了 刘勇也用不着奏鸣黄手 传下命令 就把秦旺 他的儿子秦维 还有几个小强盗 一律斩首示众 也把汪同祥杀了 妄寡灵池 然后委任王三 做知府 王三跟刘大人说 我呀思念老娘 因为贪酒误事 知献知府 我全不能当了 谢过刘大人活命之恩 请您给皇上道个万安 我呀回家走了 王三知道自己 不迟当知府的材料 王三离别了刘勇 回归家中 看望母亲 刘勇一看后幕 这个人心还不错呀 现在 不计前仇带兵保驾 刘勇就让后幕 暂时带知府知缺 黄玉天仍然回归杭州 协助沈中奎 管理总兵大印 几天过去了 乾隆皇上 吃了点药 身体复原 精神如初了 可是这么大的皇上 经过这么一场 也吓得够呛啊 乾隆皇上心说 说什么 我也不穿道服了 刘勇一琢磨呀 我也别轻易 再劝乾隆 出来私房了 刘勇就把办案的情况 禀报了皇上 乾隆皇上一看后幕 不计霸直之仇 不带宣召 自来救驾 心里很高兴 就同意让他 斩属知府知缺 以后再行申迁 皇上想起 在松鹤楼 因为吃全家福 差点挨顿打 又想起在索隆坏 差点死在地窖里头 得了 我呀 别在这待着了 来呀 传指 购奔苏州 这样乾隆皇上 带着刘勇 离开杭州 购奔苏州城 就把苏州府补衙 作为一个临时的行供 苏州也是个好地方 皇上在这住了三天 想到大街上看看 皇上就跟刘勇说 朕下江南 就是为了微服查访 查一查民情 刘大人 朕今天跟你商量商量 苏州城里人来人往 不会有事 朕今天一个人前去访查 刘大人意下如何呀 万岁 您一个人去 微臣不放心 况且您几次微服出访 都遇上过麻烦 还是微臣陪嫁同往 不知胜意如何 啊 乾隆皇上摇了摇头 爱卿 前者镇微服查访 都是远离城市 那些地方有江阳大道 所以招来祸在 这次呢 是苏州城里 又是白天 不会有事 你要不放心 我就带着石小霞 怎么样啊 刘勇也不好意思 再说别的了 之后嘱咐石雷 快去快回 皇上戴着石雷 要出去访查 这回皇上说什么 也不穿老道的衣裳了 头上戴着断面的瓜皮帽 红帽顶 迎面镶着一块美玉 身上穿着一件 藏蓝缎子长袍 外边罩着红马褂 红缎子上面 囤花朵朵 脚底下 穿着一双灰断在面的千层点软鞋 手里拿着一把玉扇 别瞧乾隆皇上上了岁数了 他是一朝天子 饭来张口 衣来身手 每天都是山珍海味 美味佳肴 又有太监姑娘伺候着 什么事 他都不操心 保养得非常好 他不显老 而且还很有风采 石雷石小霞 半成家人 那石小霞年轻英俊 这一煮一铺 还真漂亮 石雷在后边跟着 君臣两个人就出了苏州府衙了 走在大街之上 气朗情和 皇上心里很痛快 心旷神怡 走着走着 皇上站着雾走了 就在旁边 一所院子里 传着琵琶丝弦 吹拉弹唱的声音 乾隆皇上自打下江南 遇见这么些事情 很不踏实 听见这种声音 皇上站住没走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苏州的一所大祭院 叫春香院 这宝儿正在门前站着 一瞧来个阔园外 宝儿就迎进去了 这回皇上可就遇见大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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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